你老婆挺漂亮 是 你哪找来的 被骗来的 说说怎么被骗呢 我们俩认识的时候 他说他比我大两岁 然后我们去办结婚证的时候 一家伙比大上五岁 你这姨爷长得挺快的 实际上大多少 实际上他比我大八岁 骗了两次 两岁 五岁 八岁 你到底年纪多大 我怎么干 你看你像土地公公 没准上百岁了 你们怎么认识 是一个美人朋友介绍的 你喜欢徐湛国哪里 他人挺不错的 咱俩能聊到一块 就各方面关心 什么他都很体贴 很照顾我 女人总喜欢男人宠着 他各方面都能宠着我 那又不止他一个男人 可以宠着你 你怎么就挑了他呢 我那时候就是 家里介绍也很多 追求也很多 反正是 怎么说了 他都不愿意 为什么呢 这是 我也说不上了 那为什么就挑上他了呢 咱俩是一见钟情 一见钟情 这事得说说 我怎么一见钟情的 说说那天 第一天见面的时候 在哪 在他的家里 然后 你去他家 对 你好大胆子 嫂子你很生猛啊 我跟没人一块去的 我从来都是听说 没人跟着男方去女方家 从来没听过 跟女方去男方家 因为我家远嘛 家远去他家 见了一下 我们去饭店 你去之前知道他的情况吗 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 那去了以后 你第一印象是怎样的 第一新印象也没什么 他那个感觉 这人说话 各方面挺好的 然后我们就去饭店 吃了个饭 吃了饭 那时候太晚了 我跟我一个朋友吧 我朋友给我陪我来的 回家了没车了 然后晚上我跟我朋友 去他呢 过了夜 我们第二天走的 我的天哪 胆子够大的呀 没事 我给他造不了威胁 咱呢 他能打过我 你第一印象 他什么印象 漂亮 的确漂亮 但是我心里还没谱 我得想个办法 是不是真的假的 是说他人是真的是假的 不是 看他是对我 是真的喜欢我 还是假的喜欢我 你一直就比较贼 那你怎么判断出 他是真喜欢你 还是假喜欢你呢 用钱呗 用钱 对呀 怎么用钱呢 没人给我收过了 他说 你 你都是得装好钱 装好钱 如果他愿意了 他的钱都接了 如果不愿意 他钱都不接 你的意思是说 就是给钱 给他做 见面礼 对 多少钱 五百 然后做见面礼 他收 他就是爱你 而且对你印象好 他说不收 就对你印象不好 这也太功利了吧 不收就是不愿意 那你要我喜不喜欢 我也都收了 那你 那你怎么刺 那叫爱财 对呀 那你怎么知道 他爱财 人家是爱人 我知道他为什么 能够找到他了 你看他这张嘴 其实那天晚上 只是因为没上车 而在那流宿了 但是两人之间 已经有了一些互动 对 对吧 是 那认识多久结的婚呢 三个多月 太快了 那也叫闪婚吧 九十年代 你反对吗 我家里都不同意 最后是我哥哥 我二哥 支持我的 我二哥 把所有的证明 给我开出来 偷偷的 对着我家里人 反正是 最终吧 家里人都不怎么过来往 家里人说 你要跟他过 你走走吧 不要你 你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你 因为九十年代的时候 反对来说 人们还相对于传统 思想还没那么开放 总是有闲言碎语 说你看上他啥呀 你是不是看上他钱呢 之类的这样的一些话 很多人这样说 你不怕吗 那时候没过那么多 我说赐真心假心呢 反正都走着看 自己过着看 你嘴上说再好都没用 你知道最痛苦的人是谁吗 你们俩结婚 父母 不是 是那些追求你没追求上来 对 他们想死的心都有 对 怎么输给了你 男人靠的是魅力 对吧 你哪里魅力呀 结婚以后感情好吗 感情非常好 非常好 你们俩就不脸红 或者是不吵架吗 反正有时候也吵 很少吵 你们会为什么吵呢 你们这么大的事都不吵 你们能为什么吵呢 有时候他爸出去就是 老子不招家 打电话也不爱接 老时候都有这时候 孩子生孩子和什么方面 他都不能照顾我 也不能管我 所以有时候会发点脾气我